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出现老年痴呆的情况 当出现老年痴呆,记忆力会变差 很多事情经过别人的反复提醒,还是想不起来 很多人上了年纪都有这样的感慨 记忆越来越差,丢三落四 于是花很大的价钱购买了保健品补闹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有一种常见的食材既美味又补闹 能有效降低认知的障碍发生 还频频得到官方的点赞 并且比核桃、牛奶补闹100倍 可惜99%的老人都不知道 一年吃它的次数不超过10个手指 记忆力下降,吃菇能改善 蘑菇摄入有降低患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 而轻度认知障碍便属于老年痴呆的前期阶段 蘑菇中有种成分叫麦角流因 有降低预防老年痴呆症 可能起到主导作用 这是因为麦角流因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 而且能够保护神经细胞 今天就用香菇给大家分享一道 可以预防老年吃大的美食 首先准备适量的干香菇放入大碗中 往干香菇中加入适量的温水 温水的温度在30-40度左右 不要用热水或者是冷水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白糖 干香菇中有一种叫做乌干酸的前卫物质 白糖能使它充分分解 这样泡发的香菇 不仅纤维更浓 色质也更加鲜亮 而且它的渗透力也更强 从而达到快速泡发香菇的目的 再加入面粉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能够很好的吸附香菇闪中的灰尘和杂质 我们把面粉搅拌融化 可以看到才刚开始 香菇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了 融化之后我们把香菇放在一旁泡发10分钟 时间到我们看一下 香菇非常的柔软肥厚 已经完全泡发了 用这样的方法不仅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泡发的过程中 也将香菇清洗了一遍 我们都知道香菇散里面有非常多的缝隙 容易藏污纳垢 而我们利用面粉的吸附性 可以把泥沙和杂质 把它完全的吸附下来 看一下 现在这个洗香菇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现在我们再把它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 像这样洗过的香菇 用来煲汤或者炒菜 都非常的干净了 而且非常的简单 快捷 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 锅中水提前烧开 下入洗干净的香菇 给它焯水三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 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了 擦好水之后 我们给它控出水分 先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白糖提鲜 一勺食盐 一勺豆瓣酱 给它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再来兑一点水淀粉 碗中加入淀粉 适量的清水 给它搅拌化开 搅拌化开之后 先放在一旁备用 热锅凉油 下入蒜末 给它爆香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给它炒香 炒好之后 我们把香菇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一分钟之后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盖上盖子 给它大火煮三分钟 煮至入味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哇 好香啊 现在满厨房 都是香菇的香味 煮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倒入水淀粉 翻炒均匀 大火收汁 炒到这样粘稠的状态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给它盛入碗中 我们再撒上一点 葱花点缀真香 这样香喷喷的 酱香干香菇 就做好了 干香菇吃起来 特别的营养 而且还特别的实惠 香菇中的营养价值 是非常高的 香菇中含有的水脂肪 维生素 钙根磷 等一些其他的矿物质 所以经常使用香菇 不仅可以补充 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同时还会对身体 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经常吃香菇 它还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 再患了老年痴呆的患者 可以多吃一些香菇 不仅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同时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 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患者 吃香菇 还可以延缓老年痴呆加重 香菇中含有维生素D 是非常高的 所以经常性的吃香菇 不仅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还可以预防狗篓病 同时经常性的吃香菇 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老年人经常吃香菇 对心脏也是有着很大的帮助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看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